我知道為什麼她DQ我 因為我講的話一定令官員很不開心 1996年就是制定縱援指數 當日林鄭月娥做什麼呢? 就做副的副務司司長 就負責講解這個財政預算案 到2000年這個林鄭月娥 就做了社會福利署處長 她是一手促成 這個所謂整筆過撥款 即是現在她的局長 那個叫做羅志剛 用整筆過撥款 就令到那些社會機構不能實報實銷 拍照之後就沒得增長 接著她又在任內帶頭削減縱援 減11.1 就說窮人拿得太多了 我記得我一做議員就和張超雄議員 還有很多議員說你還回那11.1的縱援 給那些窮人 現在大家有錢了 有嗎? 一個人官升到特首 他們民眾這麼慘 1996年到現在都沒什麼 可以說真的不死都沒用 還有她提拔張建宗司長 張建宗做什麼? 勞福局局長 他以什麼為著名? 有九層樓 今次退稅 退九層樓 退了九萬 你司局急官員 說這麼多年沒有加薪 一加加十幾百分 我當議員那時候都反抬了 現在又要 自己自編自導自演 自己退稅 退到足 退物業 退身諷稅 什麼政權啊? 我再說 各位 這個政府就是這樣的 一個官做這個副署長 做到特首的時候 是不理會人家死的 自己懂得帶兒子去英國讀書 然後買一間小屋 說不回來香港 現在回來了 還有張建宗 弄得很壞 現在沒有人申請 張新津 最好笑 民建聯 鄭詠春議員 在喊咪的時候說 我會爭取 這個 這個 生果金沒有審查 他知不知道 是我爭取 張姐生活津貼沒有審查 爭取了五年 民建聯去了哪裡 這個 司長當日 林鄭外去了哪裡 說我會調整 五年 張姐生活津貼還被調整 還要將那個年齡降低 賤格 那是擦鞋 哎呀呀呀呀 你說我擦鞋也這麼說 習近平很有魅力 搞定你自己先 真是漸格這個人 就可以稱讚一個暴君 你有沒有看過那些 那些年老人 你有沒有看過這裏的人 看我 看你 想看 他